拿药给外婆吃 这是苏达拉每天都会做的事 外婆有三高等慢性病 帮人照顾小孩卫生 收入不多 祖孙相依为命 苏达拉成绩优秀 是慈祭助学生 也是长期照顾户 假日有空 他也跟着志工访试 对生命也有不同看法 更多像苏达拉一样的清寒学子 接受帮助 不会因为经济因素中断血液 除了助学金 这一次还有特别礼物 我们提供给他们这个本草饮 请他煮给学生吃 我们也给他们五股粉 希望能够让他们更健康一点 可以有免疫力 每一笔助学金 都可能改变学生的人生蓝图 也让他平衡的勇气面对未来 能复出就是福 老师响应如同岁月 把幸福分享给其他更需要的人 大约新闻思考 黄娟太过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